2007年1月18号半晚 长江口外 一条鱼正船向横沙岛及时而来 船舱内 一些人正紧张地讨论着什么 他们是来自上海的水生动物专家 此行的目的是要抢救一条 误入渔网的罕见大鱼 下午五点半 鱼正船到达横沙岛 此时天色正在暗下来 专家们赶到出示现场 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吓了一跳 到了现场看看那条鱼是绑在船舷上 那个鱼已经处于昏迷状态 全身无力 我们两个人的话 就可以把这条400多斤的鱼 像面条一样的完全没进来 可以搬来搬去 动都不动 这是一条怎样的大鱼 它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它到底遭遇了什么样的意外呢 七个半小时前 长江口横沙岛外的一片海域 两个渔民正在捕捞曼苗 郑昌海熟练地拉动着渔网 突然他觉得有些异常 往底下似乎挂着一个庞然大物 就拉上来就是一个大鱼 大鱼不知道 到时候发现这个是什么鱼 后来拉上来 看我们小鱼是开过的 这这么大的鱼 我们从来没见过 原本只是打捞小曼苗 没想到捞上的 却是一条拉不动的大鱼 渔民们喜出望外 他们当即决定返航 但是没有想到这条大鱼体型巨大 渔民只好把大鱼放在船舱里 直接运回来 谁也没有意识到 这是一个危险的举动 四十分钟后 渔船终于停靠在横沙岛码头 海市派出所的民警也及时赶到 我们一看以后发现这条是中华鱼 而且也是我们这几年来 就是没见过这么大的叫中华鱼 中华鱼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动物 它曾经和恐龙一同出现于白恶级 非常幸运的是 它度过了自然界一次又一次的劫难 艰难的存活至今 中华鱼是一种典型的 香海回游鱼类 为了繁殖后代 成熟后的成年个体 要回游到长江上游产卵 自从长江中游建立大型水电工程之后 中华鱼回游通道被阻断 中军数量逐年减少 民警决定立即将中华鱼放归自然 渔民把受伤的中华鱼 用一根绳子吊住 放到水里 但是巨大的鱼体却开始慢慢下沉 中华鱼的生命危在旦夕 人们束手无策 只好向上海市长江口 中华鱼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请求紧急救援 横沙港是一个位于长江口外的小岛 距离上海有两个小时的航程 搭乘渔政部门的救援快艇 中华鱼救治专家 在最快时间内赶到现场 为了展开现场救治 一条渔船被灌上水 当成现场急诊室 当专家们把受伤的中华鱼放在小船中 对它进行检查时 他们发现 眼前的中华鱼竟然伤痕累累 根据经验 刘建毅初步判断 这位受伤的中华鱼 很可能是位虚弱的产妇 长江口正是他在结束这次 育婴旅行前最后的港湾 但是 体型如此巨大的大鱼 怎么会连挣脱鱼网的力气 都不具备呢 它眼球已经发死 还有五处的老生 已经接巴了的老生 中华鱼的回游路途上 往往风险重重 水底的礁石 来往船只的铁甲 以及渔民下的鱼网 都可能为他们带来意外的伤害 长途旅行的劳累和身体多处伤痛 让这位中华鱼最终落入渔网 再也无力挣脱 随后刘建毅发现 这位中华鱼85%的体表粘液 已经脱落 这在医学上相当于重度烧伤 足以致命 原来 在回到海岛的路途上 渔民曾经把中华鱼放在船舱当中 这个过程长达40分钟 虽然曾经多年从事中华鱼的抢救工作 刘建毅几乎从来没有碰到过伤势如此严重的中华鱼 烟烟一息的 腹肌非常微弱 当时心里都很难受 看到被这医的生命垂危了 救活他的希望显然非常渺茫 但是毕竟这是长江口20年来未见的野生大型中华鱼 专家们决定全力救助 我们就给它清洗伤口 给它擦药 然后还给它打针 由于船舱里的水中可能含有大量细菌 而且药物在水中非常容易稀释 专家们必须不停地往中华鱼的山口上 涂抹消炎的药品 那天天气非常冷 刺骨啊 那个水都刺骨 只有7度 那个我们这个手的话动得通红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 中华鱼没有任何反应 就在所有人快要绝望的时候 刘建毅注意到一个几乎难以察觉的细节 看到这个鱼的尾巴会动一下 摆一下 我们就非常高兴 看样子这个就是慢慢地再恢复了 好一点点了 一点点 一点点就是给我们一点救活的希望 这个小小的动作 让所有人的心里燃起了希望 但是船舱毕竟只是一个临时的急救中心 到什么地方去救治一条 伤势如此之重的大型鱼类呢 即使能够找到合适的地方 又怎么能够把体型这么庞大的一条大鱼 安全运送到目的地呢 此时已是深夜 气温和水温再度下降 船舱里的中华巡依旧生命垂危 第二天上午 横沙岛岸边的小鱼船上 刘建毅正在为受伤的中华巡测量身长 体型巨大 是中华巡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 据说这种鱼生长速度快 而且生命周期很长 所以一般平均体长可以达到1.5米以上 而这次发现的中华巡大概有2.8米长 体型如此巨大的野生中华巡 如今在整个长江流域都已经非常罕见 由于这条巡鱼体积过于庞大 专家们为它注射了大剂量的消炎药品 谁也不知道 这条20年未见的巨型中华巡 到底能否逃过这次劫难 但是 横沙岛的船舱显然不是以长时间救治 搬运受伤中华巡迫在眉睫 第二天傍晚 运输中华巡的担架和水槽终于赶制了出来 车辆调配等一系列保障工作也已到位 一场空前的水路连运马上开始 在有受伤中华巡的渔船离开冯沙岛 向上海市区码头靠近 此时距离物捕中华巡已过去了31个小时 然而长江口的天气却在向人们昭示 接下来的工作绝不会一帆风顺 我们当时的话是一阵船 就是因为有雾嘛 风量也很大 就是往在前面带路 用它的导航啊 然后我们那个庄仪的那小船的话 就跟到后面 一直跟到后面再走 大概这中间的话 发了我们从一点多钟出来 晕到这里的话 大概是四点多钟了 发了将近三个小时 才晕到我们准备起钓的这个码头 上海码头 一辆高吨位的吊车已经停在岸边 装载着受伤中华巡的小渔船 慢慢靠近 天黑时分 一个特制的担架 由吊车降到了渔船上方 此时已经开始下雨 一向平静的长江口起了风浪 现在 刘建议需要把中华巡运到单架上 但是 由于船舱太过窄小 只能依靠小船上两个人的力量 那天那个风浪特别大 又已经到了将近六点钟了 天已经黑了 又看不到 所以我当时的话 我带一个学生在这个船舱里面 你想想这条鱼这么重四百多斤 你要把它搬到那个大型单架里去 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当时我们搬进去 就是说发了九年要斧 搬进去 一个浪一打 那个船一撤 这个也又飘出来了 因为它没有力量了 你要搬进去很不容易 所以就是搞得很困难 那天是在那里面 我是嗓子都喊哑了 但是船上的两个人员 根本听不到我的声音 因为它又有海浪 又是黑天 人又嘈杂 他自己思想又集中 就听不到的 我最担心的是人的安全 而且当时的话 这个条件的话 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要是掉下去了的话 那根本就不可能生反的 那个非常危险 完全冒着生命危险 他抢救这条鱼 非常惊险 刘建毅和徐家南 好不容易把中华巡 放到了单架上 固定好之后 吊车缓缓地把中华巡吊起 在吊桩的过程当中 有大约是五分钟的时间在空中 吊起来以后 那个一次在这里 摆了两下 那也是精心动魄的 生怕它吊下来了 也吊下来了 几百斤一吊 吊下来 全都要吊到脚里 吊到地上都要摔死 吊下来了 我说我活了40年了 我没害怕过 就这次我知道什么叫害怕 幸好最后担架被稳稳地放入了水槽中 水槽中早已注入 适宜受伤中华雲体质的水 一切稳妥之后 卡车迅速发动 在雨夜里赶往位于上海市嘉定区的中华雲赞养基地 1月19号晚上10点50分 经过七个半小时的水路连运 装载有受伤中华雲的卡车 终于赶到了嘉定中华雲赞养基地 此时距离误补中华雲已过去了38个小时 他到了嘉定基地 就是大家非常轻的把他放到那个叫 我们准备好的这个池子里面去 他马上就一个很大的动作 就游速很快 这个小小的举动让大家非常兴奋 专家们却丝毫不敢放松 这个时候呢 在场人员都很欢呼 认为这条鱼是又活了 实际上这是一个应激反应 就他这样一转 我们当然知道这条鱼 现在还活着 但是心里面呢 是要想办法治的 脑子里想的是如何治 实际上 经过这么长途的运输 中华雲的体力已经几乎耗尽 很快沉入了池底 一动不动 生命也随时受到威胁 接下来的救治工作 依然困难重重 这条20年未见的巨型中华雲 到底能否存活 前天中午1点被发现时 这条中华雲伤势非常严重 腹部有27处被鱼网刮伤 就知这条国宝级中华雲的消息 一经新闻媒体报道之后 立刻成为护杖的热点 各家媒体及民众分日踏来 然而家定基地却大门紧闭 并挂出告示 谢绝一切来访 经过多方努力 我们得以进入 这个防卫森严的救治基地 调查中华雲最新的恢复状况 正赶上专家们 准备对受伤的中华雲 进行一次特殊的手术 这边要一块要 什么 对 对 这边要是新的 还有 这边要是比较成人的 把这个给它加一只 来 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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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起来 担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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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起来 再往前一点 等他舒展一下 没办法 哎呀 担架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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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双口 双口 这个烂得很厉害 这个双口 你看 全部烂了 腐烂了 很奇 烂得很厉害 尾气全部烂死了 装水没菌了 现在我们正在治 在前一天的治疗过程中 刘建义已经发现 中华群的鱼体 已经感染了水霉菌 严重的部位已经完全腐烂 必须把这些腐烂的部分切除 才能保住它的生命 而造成这条鱼感染水霉菌的 主要原因就是 鱼体表面粘液的脱落 嗯 肯定的 已经腐烂了 你看这骨头 骨头都已经断了 那 包括这个边上 给它擦一下药 修热以后等会擦一下药 那 包括这个边上 这个都已经坏死了 这肥死的 肯定没有了 已经长水没长毛了 嗯 再有一点 来 这里再有一点 来 拿点 就这里你看 这边都已经 对对对对 好 现在差不多了 鱼类表皮的粘液 就像我们人类的皮肤 这条中华群脱落了85%的粘液 相当于人类的重度烧伤 非常容易受到细菌的感染 而这种感染 有可能引起的并发症 对伤势严重 身体虚弱的中华群来说 是致命的 但是对鱼来讲的话 这种情况的话 粘液脱落 面积这么大的话 对抢救是非常不利的 还因为感染引起并发症 死亡 对抢救很不利 尽管专家们 对于在养池内的水质水温 进行了严格的监控 但是 最利于中华群伤 是恢复的水环境 恰巧也是最容易滋生细菌 造成伤口感染的水温 刘建一只好一方面 加强注射抗生素等针剂 以及在表皮涂抹 治疗水霉菌的药水和药膏 另一方面 往水中撒药抑制细菌的滋扎 经过几天的集中治疗 受伤中华群身上的水霉菌得到控制 身体表面的粘液也逐步恢复 但是 它依然没有脱离生命危险 年夜的恢复仅仅是一个开始 从进入基地之后 中华群一直是静卧不动 这说明它尚未脱离昏迷期 也就意味着它随时可能死亡 1月31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 一名叫陈丽的工作人员正在值班 突然 它发现一只昏迷不醒的中华群 似乎有些异压 不久 中华群第一次轻微地摆动起尾部 掉了一个头 鱼来了之后 我每天上午 每天上午都是我在当班 然后正好是10点半 它开始陆陆续续开始游慢 到10点40的时候 它就游了就没有停过 那么像那天呢 是我记得很清楚 是上午的10点40分 它尾巴开始动了 那么它就开始游了 但虽然它游动的速率比较慢 但是它出现了一个持续的游动 我们就认为它已经开始醒过来了 就脱离了昏迷期 这条鱼磁尾中华群 经过十多天的抢救 这条鱼磁尾中华群 现在就是说 由分霉状态 到尾部能够轻微地摆动 然后到能够 撤着身子不平衡地游动 最后到稳定地平衡游动 现在已经进步很大了 我们看着它慢慢慢慢变好 在对我们抢救者的 那是非常开心非常安密的事情 这一可喜的变化 使所有的救护人员都松了一口气 基地连日来的紧张气氛 终于得以稍稍地缓解 在中华群这个神秘的古老物种身上 至今依然存在着许多未解的科学难题 人们希望 这种从恐龙时代流存下来的生物 能够为我们揭开更多地球的秘密 如果这条中华群最后能够逢凶化疾 也许科学家们将拥有一个难得的研究样本 而所有科学研究的成果 将最终成为保护这种生物的有力武器 也许科学研究所在通知 起来是不用料理 有数据公司 并不得是无能力的 数据公司